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卡玩的小頻道 那麼稍早官方發布了一則上修的資訊喔 那這次的上修資訊是來自於 時亡調整的一個部分 那這次的時亡 無論是前解前的型態或前解後的型態呢 都有追加這四點的隊伍技能 分別是無視電擊、燃燒以及黏斧 再來第四點是最特別的 消除一組正方形九粒輻射的時候 會直接完全恢復生命力 那這次的改動對於縫魔來講 解版能力會蠻有感覺的 畢竟之前這種電擊、燃燒、黏斧 你還要達成這種九粒輻射是非常困難的 那現在都直接無視了 對於轉珠是非常好達成這個最高的倍率的 那再更甚至如果說你不消新珠 你單就消這個九粒輻射 正方形的話就可以直接回滿生命力 這個對於生存能力又更上一層樓了 所以這波改動我覺得縫魔死亡 的確又更適合當一個魔隊的隊長 這個直接回血加上80%的減傷 會蠻狂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改動呢 對於縫魔本身的缺點還是存在 比如說他的血量是偏少 這個目前沒有看到上修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 呃...比如說像你必須消除固定的combo數 九康盾啊 九康固定盾之類的 那你要消那個正方形 就會變得比較麻煩 那當然還是要解決方法啦 就是你帶那個無視combo盾的角色 也是可以 但如果今天出一個技能重置 加上你又要消這個九康固定盾的話 還是很麻煩 並且如果說有那種什麼追擊 連擊盾 縫魔還是比較難處理這一塊 所以其實縫魔還是有一些比較致命的缺點 不過這一次改動之後的確 是要把他蠻大一部分的缺點給改正了 那這裡看到官方這一次有上修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是怎樣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你們覺得死亡這波改動了 你們滿不滿意 再來的話是假面騎士1點 那1點這張卡片呢 在原本的這個GN2裡面顯示是神竹嘛 那這邊官方有說這個是錯誤的 會調整成機械竹 所以這個是機械竹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說機械竹的話 我是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必要 因為機械竹本身你要無視拼圖 你可以用龐背 那弓前盾也是一堆角色可以去解 所以我覺得神竹比街竹來的還好用一點 暗神竹 那不過他要這樣調整那也是沒辦法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資訊 好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更新的影片 不要忘了看下影片的追蹤 以及喜歡小鈴鐺 下次我新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HUNK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